我是年代末 计算机语言分成两条路 一边是Cobro 服务银行 保险 订票 另一边是Argo 追求数学化 讲究结构与地规 Cobro实用Argo理想 一个贴近现实 一个追求抽象 但操作系统需要什么语言 答案还未出现 在此之前 先从Cobro说起 1959年 美国国防部前头 集合了业界专家 制定了Cobro 全称是通用商业语言 目标很明确 让业务人员也能读懂代码 语法几乎是英语 而是先写在纸上 打成一张张卡片 每一行代码就是一张卡片 打空卡送进读卡机 逐行读出 由大型机执行 结果写进磁带 再打印成纸 在IBM大型机的年代 Cobro驱动着庞大的数据中心 读卡机 磁带机 打印机 全都由他调度 一则去世 1947年 Gross Harper的团队 在Mk2计算机里 发现一只飞蛾 飞蛾卡在寄电器里 导致程序故障 他们把飞蛾贴在日子上 并写到Faust Actual Case of Bug Being Found 从那以后 Bug成了程序缺陷的代名词 而Debug也成了程序员的日常的工作 这只飞蛾的残骸 至今仍保存在史密森尼学会 它成为计算机史上最有趣的主角 同一时期 欧洲学术界诞生了Argo 全称是算法语言 它带来了三大创新 快结构 程序可分成千套 低规函数 支持自我调用 形式化语法 第一次用BNF定义语言 Argo在工业界没有大规模落地 但它的影响深远 Sea、Pasco、Java都受它启发 一则去世 Argo的名字呈一度混乱 有人叫它国际代数语言 有人叫它算法描述语言 直到一次国际会议才统一成Argo 讽刺的是 它在美国冷情却在欧洲风靡 人们称它为一门横跨大西洋 却冷热不均的语言 1969年 Multix项目在贝尔CN4中间 但Ken Thomas没有停下 它把目光投向一台被遗忘的PDP-7小型机 它的动机其实只是一个游戏 这款星际旅行 模拟太阳系行星的运行 玩家能驾驶飞船传说 甚至登陆行星 游戏原本跑在Multix上 效率低 成本高 为了更顺畅 也更便宜 Thomasen将它移植到PDP-7 问题是 PDP-7没有操作系统 为了让游戏能运行 它不得不从零开始写出文件系统 进程调度 甚至设备驱动 谁也没想到一个游戏已经催生了UNIX的雏形 最初UNIX的代码全部用汇编完成 高效 却把系统牢牢绑定在PDP-7上 换一台机器就必须重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Thomasen借鉴了BCPL创造了B语言 它极度简洁 没有类型 所有数据都是机械字 没有结构体 复杂结构靠指针拼凑 B让部分代码能用高级语言来写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但很快暴露出缺陷 危险脆弱 效率有限 这时Thomasen的同事Dennis Richard加入 他在B的基础上 引入了类型系统和结构体 并改进了编译器 B与这些改进逐渐融合 演变成一门真正强大的系统语言 这就是C语言的开端 UNIX的雏形跑了起来 B语言让部分功能摆脱了汇编 可它的缺陷越来越明显 没有类型、整数和指针混淆 没有结构体 数据组织混乱 效率依赖解释器 不如直接写汇编 UNIX想走得更远 需要一门新的语言 Dennis Richard接过这个挑战 他没有推翻B 而是在他的骨架上一点点加固 他加入了类型系统 int、char、float 让数据有了明确的边界 他引入了结构体 让程序可以直接建模复杂的数据 他保留了指针 让程序员依旧能直接操纵内存 最后 他打造了一个高效编译器 生成的机器码几乎和汇编一样 紧凑高效 与Fortune相比 C更贴近硬件 能写驱动和内核 与Lisp相比 C更高效 不依赖庞大的解释器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称C为 中级语言 1972年 C语言正式成行 几年后 Richard和Brand合作出版了 C程序设计语言 书中的第一个势力程序 成了所有程序员的共同记忆 这句简单的问候 成了与世界交流的第一声你好 直到今天 无论学习哪门语言 人们总会先写下Hello World C语言不仅仅是一套语法 它背后有一种独特的哲学 它给予程序员极大的自由 你可以直接操纵内存 精确控制每个字节的数据 这种自由意味着性能与效率 但自由也伴随着风险 一次指针越界 就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甚至系统瘫痪 正因如此 设备成为既简洁又危险的语言 它既代表了对性能的追求 又代表了对程序员的信任 C的哲学是 不给你保护 给你选择 这份自由成就了UNIX 也成就了整个现代计算机世界 20世纪60年代 计算机进入多用户时代 一台昂贵的大型机 要同时为几十人服务 这催生了MOTIX 一个雄心勃勃的操作系统 它试图整合一切功能 安全分时动态链接 但宏大的设计成了负担 复杂昂贵 迟迟无法落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 去年King Thomas与Danny Richer 用刚刚诞生的C语言 把UNIX从汇编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次关键转折 操作系统第一次具备了可移植性 从PDP11到VIX UNIX只需重新编译 就能在新平台上运行 操作系统不再受制于硬件 UNIX曾通用系统 它的意义不止在于可移植 更在于背后的思想 第一 一切接文件 磁盘 打印机 终端 甚至网络连接 在UNIX都是文件 统一的抽象 让系统更清晰 第二 每个程序只做一件事 并且做到简单可靠 不是庞大的整体 而是能组合的小工具 第三 管道机制 一个程序的输出 直接作为另一个的输入 数据在工具之间流动 形成灵活的处理链 这个设计 让UNIX拥有组合能力 相比MOTIX的臃肿 UNIX显得简洁而有力 UNIX的简洁 也让它更容易传播 当时AT&T因反垄断法 无法进入计算机市场 贝尔实验室 于是以低价 将圆马授权给大学 在MIT和伯克利 学生们第一次能读到 并修改圆马 他们不仅学会了编程 更学会了写系统 1983年 因为发展了通用操作系统理论 并实现了UNIX Dennis Richard和Kane Thomas 共同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最高荣誉 图灵奖 这不仅是对两位先驱的肯定 更是对UNIX哲学的理战 UNIX的简洁让它迅速传播 几个关键节点塑造了它的影响力 1970年代 UNIX远马进入大学 成为无数学者接触的第一门操作系统 1977年 迦克伯克利发布了BSD UNIX 集成了TCP IP协议战 成为互联网早期的重要基石 1983年 Richard Sturman发起了GNU计划 自由软件运动由此诞生 1991年 Linus Towers发布了Linux内核 与GNU工具链结合 开启了全球开源协作的时代 下一集 我们将走进面向对象的世界 从Simular到Java 看抽象与对象 如何改变编程的命运 我是Roy 我们下期视频见